台中市年6日的零确诊破功了 2号上午疑似出现了社区感染 传出了一例阳性确诊个案 是居住在北区美利店社区 也时常到东区的石角磅市场面店 其同居女友的PCR也呈现了阳性 由于这感染源不明 市府是紧急的在其居住社区 以及经常出入的市场 成立前进指挥所进行快塞 而石角磅市场也紧急停试三天 台中市日前才宣布连续6天加铃的喜讯 2号上午就惊传破功 一名家住北区美利店社区的民众 日前身体不适到医院就医 经裁检PCR确诊 匡列其同住者进行隔离 其同住女友也呈阳性 市府不敢轻呼 立即展开疫调并扩大匡列 一接到这个确诊消息以后 石甲旺市场就勒令停业三天 全面清销 全面进行快塞 那到了下午2点钟为止 现在是3点左右 到了下午2点钟为止 石甲旺市场150个摊商 包括它的工作者 以及周遭的消费者 一共塞了440个人 全部是阴性 那另外在另外一个快塞站 美利店社区呢 到了下午2点钟为止 塞了670个人 目前也都是阴性 由于该名女性经常到东区 石甲旺市场的面店 经发局立即通报该市场停业三天 环保局也派员进行消毒作业 并在北区东区设置一个前进指挥所 两个快塞站 扩大匡列筛减 由于目前感染源不明 上代病毒基因定序出炉 早上他就通知说 几点要快塞 几点要消毒 市场里面都有消毒 东市政府卫生局 接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通报 本市有一类新冠肺炎阳性个案 那初步疫调显示 该个案居住在北区美利店社区 和一位女性友人同住 平常时常到东区石甲旺市场的阿惠面店 由于目前感染源不明 上代病毒基因定序出炉 市府表示 防疫团队秉持宁言勿松的原则 立即启动快筛工作 民政局、卫生局等相关局处人员也进驻 由台中荣总、中国副一前来支援筛减 需要能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借杨宗换台中采访报道